嗨 大家好 我們這裡是中盒的This Coffee就是貓屋 我是就是貓屋的老闆娘 然後我叫Jenny 當初我們一開始是在永和那邊經營 然後是志宏咖啡店 然後後來因為碰到就是得獎之後碰到疫情 然後就想說養些貓在店裡面陪自己 然後我們就是領養了一些退役的或是有一些生病的貓咪到店裡面來 我們就移到現在這邊中和區 就靠近永和市場這邊 然後做的也比較居家一點 然後讓貓咪有個舒服乾淨的環境 我們店裡有一些得獎的咖啡 然後還有手沖咖啡 然後有一些飲品 然後還有手工甜點 給了一點簡單的輕食類的東西 就像我們的店名一樣就是就是貓屋就是貓都蠻有特色 都很乖 然後都可以很親人 都讓你夾摸 然後也會主動靠近你 然後都不會亂生氣那一些 然後我們的甜點跟咖啡都很不錯 我們當初搬到中和這邊來的空間規劃 主要都是以貓為主 所以我們有一些貓的跳台 還有做一些貓咪的設備設施 讓他們可以在這邊悠閒自在的生活 然後就像自己家一樣 所以他們碰到客人也都不會害怕 像我們自己就有用蠻多貓跳台 然後我們最近最新用的是這個 叫Hall四泳的步道 它這個跳台的空間設計還不錯 它也可以摺起來 就如果你覺得空間大的話 可以這樣摺起來 然後我們家貓都有點少 我們要互相搶位子 所以如果空間大 我們可以多買兩三個 然後組在一起 就可以一個步道組台 可以讓它跳上去 養貓的話當然就是要 主要是你要喜歡貓 然後你不可以嫌棄牠們 不可以覺得麻煩 因為貓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你就是要好好愛護牠 牠們生病 就要帶牠們去看女生而已 然後有多點照顧跟耐心 因為畢竟貓就像小朋友一樣 牠也不是什麼都懂 然後如果新手想養貓的話 最好就是要先去適應看看 要先去體驗看看 跟貓互動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你會不會排斥貓咪的嘔吐物啊 或是牠們的排泄物 你們不喜歡的話 那你就是要想辦法克服 不能就是養了牠們 就又不愛牠們又拋棄牠們 通常的話就看你有沒有要去跟牠近距離互動一下 因為有時候貓咪這種會比較看野人 有時候你喜歡牠 不代表牠會喜歡你 貓也是一個有磁場的動物 所以我們還是要多互動 如果牠願意跟你回家 牠就會比較靠近你 就會抱你抱得很緊 或者跟你撒嬌 但如果兩個互動沒有很親密的話 你帶回家 牠也不代表牠會是幸福的 所以就還是兩個都要互動為主 謝謝主持人